回到昆明安东好以后 就赶往香格里拉 见我许久未见的闺蜜 闺蜜在很多年前 就去了香格里拉发展事业 用她的话说 那是一个她很喜欢的地方 甚至回到昆明已经不习惯了 我另一个远在深圳的闺蜜 也是如此想法 而从远方那个美食荒漠归来的我 却被昆明数不胜数的水果蔬菜 和丰富多样的美食 唤起了无数的美食记忆 只恨自己每天不能够多吃上几顿 香格里拉是我从未到过的地方 闺蜜热情邀请 我欣然前往 大家好 我是劳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云南的香格里拉 现在你所看到的是 昆明通往香格里拉的沿途风景 我们会经过楚雄 大理 丽江 最后到达香格里拉 由于会经过很多不同的地区 加上我们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 所以 这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不同民族风格的民居 我乘坐的这一趟动车是不会在大理停的 但是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美丽的尔海 从丽江到香格里拉的丽香铁路 是从2014年10月28号开工建设 2023年11月26号开通运营 全长虽然只有139.666公里 但是在9年的建设过程中 建设者们克服了软岩大变形 高地应力 高温附水等复杂的地质条件 打通了深埋于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腹地的两座长隧道 新建了34座桥梁 20座隧道 桥隧比高达73.4% 当列车在这些宏伟的桥梁和隧道之间飞驰而过的时候 我同时也在惊叹工程的浩大和艰难 正因为建设者们的努力和坚持 才让我们今天这么方便的坐上动车就能到达香格里拉 你要知道 在以前可没有这么容易 所以非常非常感谢这些建设者们 香格里拉属于我们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位于云南省的西北部 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 平均海拔为3459米 和秘鲁的库斯科的海拔差不多 就是那个去往马丘比丘的必经之地 所以如果你要到这里来旅游 你要考虑到自己的身体是否能承受高反 我这次比较幸运 并没有什么高反的症状 不过我也看到很多人都拿着氧气瓶 狄庆藏族自治州的东部 是云南四川西藏三省的交界地 也是世界自然遗产 三江并流景区的所在地 三江并流是指金沙江 蓝苍江和鹿江 这三条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 香格里拉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 这里是多民族居居地 藏族是主要的民族之一 他们有着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如藏传佛教文化 还有一些高原才有的食物 独特的服饰 还有他们美妙的歌舞等 此外还有利宿族 纳西族等少数民族 在我们云南 这样的民族聚居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气候方面 香格里拉属于寒温带高原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在5.4度左右 这里的气候多变 有明显的干湿两季 夏季凉爽 冬季寒冷 由于海拔较高 所以这里的空气清新 天空湛蓝 再加上充满民族风格的民居和寺庙 总是能给人以宁静而神秘的感觉 香格里拉的自然景观 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有壮丽的雪山 丰富的植被 广袤的草原 幼深的峡谷 宁静的湖泊等 形成了壮丽而独特的自然景观 和丰富的生物资源 是许多珍稀动植物的栖息地 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魅力 再加上消失的地平线这一书的描述 所以吸引着全世界无数人 前来探寻和领略 香格里拉有许多值得易游的景点 比如独科宗古城 这座古城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 古城里还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建筑 和传统的街道 充满了藏族文化的氛围 纳帕海大草原 一半是湖泊 一半是草原 风景秀丽 你可以在这里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 还可以骑马拍照 松赞林寺 有小布达拉宫之城 建筑风格独特 是一个适合拍照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里游览的时候 到处都是拍照的人 普达错国家森林公园 这是一个被保护的童话世界 有原始森林 高山湖泊等景观 是摄影爱好者们的天堂 还有白水台 这里有千年的盐田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这里拍照打卡过了 当然我们还不能忘了最壮观的虎跳峡 那里是万里长江第一峡谷 江水汹涌澎湃 非常壮观 那里还有徒步路线 让你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巴拉格宗大峡谷 景色壮观 震撼 梅里雪山 又称太子雪山 它的主峰是卡瓦格伯峰 是我们云南省的最高峰 传说看到日照金山会幸运一整年 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只是香格里拉的一部分景点 还有很多其他值得探索的地方 对于我个人而言 其实我更喜欢那些更小众的地方 比方说我们去了纳帕海 也去了松赞林寺 还去了普达错国家森林公园 但是最让我惊叹的 竟然是一个没有几个游客的 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小的寺庙 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那里 闺蜜带我们去了她喜欢的地方野餐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 还是春季刚刚开始 地上的草还没有完全长出来 山上的杜鹃花也还没有盛开 但是那个草坝已经让我觉得非常美了 香格里拉的烧烤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不光有烤肉 还有烤松肉 对就是那个很贵的松茸 松茸是野生的 香格里拉因为海拔高 松茸生长缓慢 所以它的味道和别的地方 比起来是更加鲜美的 尤其是吃松茸刺身的时候 你就能感受到 我闺蜜在旺季的时候 也会做松茸的生意 她说这不就是顺带手的事吗 毕竟都已经在这了 能放弃这么好的资源吗 所以她跟我说 到了旺季的时候 松茸是吃不完的 而且还邀请我到了松茸旺季的时候 一定要来感受一下 松茸的旺季是七月份开始 大概九月份结束 所以 对 我现在就在香格里拉 等待松茸的旺季到来 可能老看我视频的观众会觉得奇怪 你不是毕鲁鲁的视频还没做吗 怎么就做到了香格里拉了 对不好意思 我现在人在香格里拉 可是我发现我电脑上的素材 我缺少了我们在毕鲁的马丘比丘的那个部分 那个部分对我来说很重要 如果不做在视频里 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我想等到回到昆明以后 再去找找看看有没有希望找回来 如果能找回来 那就最好了 我想把我们在毕鲁完整的旅程 呈现给大家 因为毕鲁真的很不错 特别是库斯科 特别是马丘比丘 如果那些材料遗失了 那我真的是太遗憾了 好了 那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陪伴 请照顾好自己 咱们下集再见吧 收拾干净 走了 出发